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用宏观的事件 去分析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走势 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情景 就是坐着看着大市 在猜下一只包是绿色还是红色 但大家都深水清 短期内猜它的走势是一个赌博 可能你今次赢 但下一次又被突发性的事件影响了你的结果 令你输 所以我们最好的朋友都是长线 透过一个趋势令我们累积到财富 而不是我们短期内每一支BAR在赌博 所以今集我会和大家讲一下 不同的宏观经济消息对于加密货币的影响 首先第一包括5月即将会有以太币ETF的结果 跟上次BITCOINETF的情况应该差不多 今天都会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另外都会和大家看一下 Election Cycle 即是选举年对于经济加密货币市场 或者股票市场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 另外当然都不少得 上次都和大家讲过的BITCOIN DOMINANCE 即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山寨币市场才会出现呢 今天就会一次过和大家看完 开始之前都是一样 记得订阅和赞好这个频道 我会定期为大家更新的不同的CRYPTO资讯 如果你想支持的话 都可以加入会员支持应运 如果你是加入了WELL等级 你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一个私人群组 这个GROUP就会更加集中和我们的群友交流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BITCOIN DOMINANCE 这个直接就决定了究竟这个山寨币市 什么时候会出现 你可以看到的 由BITCOIN HALFING之前 BITCOIN DOMINANCE一直在上 因为整个比特币强势 我们俗称 去到HALFING完之后 就和历史走势有点相近 你看到开始DOMINANCE在下跌 如果你放大整个CYCLE去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每逢HALFING完之后 你可能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 就会暴跌的BITCOIN DOMINANCE 就不是说BITCOIN暴跌 就是说其他山寨币对于BITCOIN的份额 就占得厉害了 就是说你其他的山寨币在暴升 所以令到BITCOIN的影响力 或者市占率就减低了 不一定要BITCOIN跌 只要其他山寨币强过BITCOIN 这个BITCOIN DOMINANCE都会下跌 你可以看到每逢HALFING完 减半年之后的一段时间 都会暴跌的 上两个CYCLE都出现了同一个情况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CYCLE 减半年之后暴跌 第二个CYCLE 减半年之后又暴跌 之后去到我们这个CYCLE 我们就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2024年的年尾 这个架是 2024年的年尾 去到2025年的年头 或者年中的时间 都有机会历史重演 虽然说 我们不可以黑洲求剑 去看历史 去估计现在的一个表现 但是 其实历史都是趋向重复的 还有 你都可以预计 BITCOIN 减半和美国大选 是直接关联 是同一个时间才发生的 你一看到 其实可能是中半聪精心设计过 他就希望BITCOIN 就靠着美国大选 每年每一次减半 都可以经历一个强势的表现 等一下都会给大家 给一些实际的数字 你看一下 究竟美国大选 连经济影响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表 大家记住这个日子 就是2024年 今年的年尾 到2025年的年头 我们2024年年尾 就有这个美国大选 我们现在下个月 又有这个以太币的ETF 如果五月不通过的话 就大约可能年尾通过都不出奇 所以你看到 这个BITCOIN 刚刚说过的利好因素的可能性 都挺大 所以你说 究竟历史是会重演定 还是是根本上 事前中半聪 已经是精心策划好 每一个系统所经历的事 好了 先和大家看看 这个以太币的ETF 最新有一间 asset management firm Franklin 他入址 将他的ETF 放在DTCC上面 和上次BITCOIN ETF的过程差不多 现在这个以太币的ETF 就是等他什么时候去通过 现在大约五月尾 就会知道这个结果 现在市场股没有那么快通过 应该都要磨一段时间 好像BITCOIN 因为没多久之前 其实 证监会和以太币 他们都不是那么友好 你说有没有那么快 一击即中 那么顺利 这里都要看快 我们都不需要去估计 因为我认为 就算他过和不过都好 对于我们年尾的走势影响都不大 因为你现在过了 现在就利好 如果你现在不过的话 那我们可能之后 怎样都会过 这人认为 所以这个影响不是那么大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问 这个以太币的ETF 究竟通过了之后 对他的币价 或者对整个市场有什么影响 我们看看 这个以太币的BITCOIN ETF的资金流 你可以看到 由它推出开始 1月12日开始 它就不断增长 这个资金流入 到现在就开始有一个环盘 我们经历了1、2、3月 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市场资金其实都很饥饥 冲进来加密货币 然后来到3、4月左右 就开始还盘了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你没有东西 是会无止境的升下去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ETF对于我们整个市场 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资金流向影响 它带给我们的资金规模 或者效应是非常强 我们以往要去估一个币的走势 或者估一个大市 我们可能要看很多不同因素 但是ETF一通过 就很明确告诉你 就是资金要进来 直接跟你托起个市 就好像我们香港的强积金 所以你可以预期 这个ETF一通过之后 那几个月 那个市场是会非常强势 如果是以太坊的ETF通过的话 对于山寨市来说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 以太坊对Bitcoin的汇率来说 是会更加强的 这个汇率其实和Bitcoin dominance 都很相似的 如果这里升的话 即是以太币对Bitcoin的汇率升的话 就代表山寨市就来了 你看到以前21年 又是山寨市来的时候 它就爆了 以太坊这个位置 你看到最近我们终于迎来 九位的这个以太坊汇率暴升 我们上一次看到就是一月头 就是ETF批的时候 都有升的 但是呢 一直如果你说打开长线看 我们经历完这个FTX 就是2022年爆煲事件之后 现在一直都没有好过的 我们现在看那个表现 如果Bitcoin这一转差不多 就是看它那个 ETF的资金流差不多 可能要休息一下的时候 会不会以太坊 现在可以强势带领市 一起走呢 配合以太币的ETF消息 所以短期内 这个5月份 大家都挺值得留意的 因为之前都跟大家说 我们这个Bitcoin 其实已经连升了 差不多六七个月了 很少连升这么多一个月 所以4月做一个回调月份 很正常 但是现在真正出方向 就看一下五六七月 这个表现 但是通常都是静一点 要大爆发 通常都是等年尾 好了 我们再看多一点 现在就和大家看一下 这个选举年的经济表现 选举年是什么 就是说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其实是有一个 Cycle 给大家去参考 这里有一个 Bitcoin price over time 看看这个 选举年的Cycle 和这个Bitcoin Cycle 那个表现 你可以看到 由2016年开始 美国总统大选 七八十元 选完之后 一夜暴升 之后那一年都是升得很厉害的 之后呢 就开始Cool down 你看到2020年 又是了 之后又是总统大选 一选完之后 又是爆拉的 整个市场 去到现在 我们今年2024年 又是总统大选 你可以看回pattern 其实 你应该都会心里有数 你大概就猜到 那个走势会是怎么样 参考回以往的表现的话 之后 跟大家看多一个数据 这个就是Morgan Stanley做的一些 report 它就是看股笑表现 在这个选举年 你可以看到 平均 那么多年选举年加上 它那个回报 就是11.28%的 那个大市表现 所以你看到普遍都是OK的 那个市况 只有很少年份 在2008年 就跌了37% 或者2000年 这个负9.1%等等 这些都是那一年 是有些经济的大事 比如金融风暴等等 所以令到那时候 就暴跌 但是普遍来说 在这个选举年的表现 都是OK的 就是你拉回平均来说 你这么多次都买 你的成功率 或者你赢的百分率 就是11% 我们再加上 我们现在说 山寨币的牛市 什么时候到 就是240年尾 和205年 你看回我们刚刚指出 那么多的数据 包括这个 选举年的一个 cycle 再包括这个 以太币 ETF的一个期望 如果5月不行的话 就看年尾 另外我们今年 也有这个 Bitcoin ETF 诞生 大家其实看完 这几个因素之后 你应该都很容易 就去预计到 之后的走势发展 即是你拉回大 整个市场 去好宏观去看 这样去分析 应该就会 非常之轻松 对比你现在 你每一天 你猜明天 升还是跌 你这样去捉一个大 trend 你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根据你看到的方向 去做一个策略 或者埋伏 那你就会非常之轻松 那如果你说说 说白一点 那你要怎么做呢 那不是投资建议 但是呢 都可以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来到这里 我们就看这个紫色格 就是差不多 山寨币爆发的时间 所以你在这段时间 现在Bitcoin强势 其实山寨币表现 还没有很强的时候 你这些位置 你就可以去收集一些筹码 去等这个紫色格 就做一个大爆发 我们以往看 只要一次简单的大爆发 基本上你就已经是财部自由 你可以看到这些 譬如你看B&B 他几元 之后一下爆到六百多元 你只需要一只 你就可以搞定 所以呢 看大 cycle 对比你小 可能回报比你更加高 一来你会有信心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有一个confection 第二呢 你这个捉趋势的回报率 是比你在短线赚的十多二十% 是大很多 你看到你这个B&B 你看大 trend 你去捉趋势 你捉刚刚我们所说的 你预期一个大爆发 如果真的被捉到 那你现在捉 就是吃了这一段的回报 是吧 说呢 好像紫上谭兵那样 实际做到的人 有多少个 或者多少个人 真的相信这一个策略 或者这样玩是work 那到时就见真章 那我自己的策略 都是跟我刚刚所说的 都是一模一样 我的看法都是这样的了 所以呢 你做不做 其实对于我来说 是没关系的 所以你就不要说 我乱给投资建议 或者去害人等等 那这些呢 是你自己的决定来的 你去怎么trade 完全不关我事 你可以完全不买 我更开心点 你只看 或者你不看 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呢 现在我就是纯粹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看法 你赢还是输 我都没份 所以大家就自己 决定这个风险 但是呢 我们刚刚所做的一些分析 大家可以再深入一点 去做自己的研究 或者去研究分析一下 我觉得应该都会帮到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析的话 都可以留言 就跟我说 你都可以留言 打个一字 或者说其他东西 让我知道 可以做多些这一类型 多些宏观一点 或者看一些不同的一些 经济大的factor 影响我们市场的一些事件 好 那今集来到这里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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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